螢幕部分也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录影的功能 这个螢幕可以直接把我们看到的影像 录进我们的SD卡 所以你给像是场记啊 或者是给你需要重复确定我们影像的人 看的人 Jesus Christ 我们萤幕的部分也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一下 萤幕的部分我们也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 萤幕录 萤幕部分我们也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录影的部分 他直接把我们看到的影像 直接录进我们的SD卡里面 真的是超级方便 所以像是场记啊 他可能要去查一下 我们上一颗镜头 或是美术 看一下我们到底上一颗镜头 会有什么东西挪到了之类的 他可以直接回放我们的萤幕里面 记忆卡里面的 Jesus Christ 我们直接按停止 我们直接进去我们的播放页面 看我们刚刚录的什么东西 多么方便 谢谢 谢谢大家